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七百五十九集 只要石凯能活着 不用去进修 不用晋升 不用涨工资 也不用转业 哪怕还是像这样 一年见一两次面 只要人活着 魏娟红就有指望 有期盼 家里的顶梁住在 日子就能过得下去 周成心情苦涩 他没那么高尚 如果能活着 周成也不想死 看看现在的魏娟红 如果周成死了 他都不敢想小兰会如何 他父母会如何 还有爷爷奶奶 所以 石凯死了 他却活下来 这难道不是他欠石凯的吗 嫂子 我知道你现在很悲痛 我和你说这些话 可能也不合时宜 但你真的要考虑将来的打算 国家会发放一笔抚血金 还会协调地方政府 给你获释十二弟安排工作 鉴于十二弟的情况特殊 你和十二弟一起 被安排工作的可能性很大 但这工作 也就是在博通县里 县里大环境就这样 特别好的工作不会有 石家穷 是石家没有足够的劳动力 等着吃饭的人比干活的人多 怎么不穷 但石家所在的博通县 本身就是贫困县 拿小兰的老家安庆县来说 安庆县有两大支柱厂子 一个是农机厂 另一个是肉连厂 这两个大厂解决了很多职工岗位 也拉动了县里的经济 工人有钱消费 县里的经济才行 经济好了 自然能发展别的 博通县 连一个像样的大厂都没有 只有些小规模的火柴厂 肥皂厂 要周成说 这样的小厂遍地都是 给魏娟红安排工作 也就是勉强饿不死 也不可能把魏娟红 安排到政府单位去 去了 也是食堂之类的地方干后勤 因为魏娟红的学历太低 政府单位基层公务员的工资都低 干后勤的也高不到哪里去 石凯弟弟的情况更复杂 智力残缺的人 能胜任的工作 本来就不多 对正常人来说 很安全的岗位 对石凯弟弟来说 可能都有各种危险 敢让他下车间吗 他不会操作机器 反而容易造成安全事故 石凯弟弟能干的活 大概就是在火柴厂 糊一糊火柴盒之类的 周成和魏娟红讲得很透彻 以他的理解 把各种情况都给魏娟红讲了 就怕没人出主意 石家不理解这些工作安排 上面的人怎么说 他们就怎么做 这个问题 魏娟红显然没想过 周成把石家 接下来必须要面对的事摊开讲 魏娟红脑子里是一片混乱 肖不得 他当然不知道 魏娟红不是夏小兰 她就是个见识不高的农村女人 除了在家种地 盘算着石凯寄回来的工资 要怎么省着花 是不是要攒着钱 送婆婆去看看眼睛的病 能不能替小叔子娶个老婆 魏娟红的生活 全被这些琐事填满了 哪有空去想别的 他和石凯也是相亲结婚的 石家条件差 石凯个人却很优秀 石凯是干部 魏娟红的日子早晚能熬出头 都是这样告诉魏娟红的 魏娟红本人也是这样想的 说啥爱情不爱情的 结婚三年了 石凯拢共也没回家几次 那有啥爱情 但没有爱情 石凯也是他魏娟红的男人 是他孩子的爸爸 现在石凯一走 以后全家的日子 该咋过 周成的话 让魏娟红 不得不提前面对这些 周成说得也对 悲痛好像没用 石凯没了 他得考虑一家人的日子 该咋过 嫂子 你仔细想一想 有什么要求就提出来 组织上能替你解决的 就一次性解决了 组织上比较难办的 我替你们想办法 魏娟红将着脖子点头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不对后归家 魏娟红是不知道 眼前年轻的军官 为啥处处替石家考虑 他就知道周成是石凯的战友 是好心帮助他家的 他得领人家的情 魏娟红的感激 让周成不是滋味 他想说石凯救了他的命 旁边的领导看着不对劲 把周成叫走了 周成啊 你现在的个人情绪 可有点不对劲啊 周成承认这点 领导让他注意影响 一些话容易刺激到石凯家属情绪的 就不要说了 石母病倒在床 石凯弟弟治理残障 魏娟红只能找来娘家人商量 魏家听说 要给烈士家属安排工作 顾不上替去世的女婿难受 让魏娟红把娘家弟弟安排去工厂 还说魏娟红 你郎国年轻 以后不嫁人啊 还是自己无头的任喷得去 魏娟红气得发抖 安排工作是撕开那明幻的机会 看鸟还四瓶钱 拨那什么弟弟钱 我也不嫁人了 不靠娘家 他嫁什么人呢 魏娟红自认还有良心 夫妻分居两地 他在乡下照顾着婆婆和小叔子 石凯因此对他算千一百顺 家里大小事都是他说了算 工资基本上全寄回家 石凯连烟都舍不得买 现在把半仙的婆婆 和弱智的小叔子丢下 让这两个人怎么活 何况 他和石凯还生了两个小孩 让他带着孩子改嫁 谁要两个脱油瓶 让他把两个孩子扔在石家 大的两岁 小的几个月大 还没断奶 谁来带这俩孩子 娘家不靠谱 没人给他出主意 魏娟红只能自己琢磨 最后他也只能去找周成 周成和石凯关系可能比较好 一直在替石家考虑 他听见别人叫周成是队长 也就跟着叫了 他的意思是 能不能优先给石凯安排个他能干的工作 能不能替他婆婆支一支眼睛 周成皱眉 你就这两个条件 这算什么条件 原本就应该做到的 魏娟红坠坠不安 那先给石凯安排工作 我婆婆的眼睛 我的他妻子 嫂子 你没替自己考虑过 周成把话都说得那么明白了 魏娟红居然还不懂 石家情况特殊 石凯又是真烈士无疑 部队那边提要求 地方上能把魏娟红和石凯的工作 一起给安排好 毕竟魏娟红有两个孩子要养 多给石家人一个工作机会 石家以后的日子要好过不少 周成的意思是 让魏娟红想想具体的桥件 他能帮上忙 尽量给他和石凯安排更好的工作 还有孩子以后念书上学的问题 结果魏娟红战战兢兢提的 是烈士家属原本就该享受的待遇 周成一点也没觉得轻松 他觉得更难受了